我们福音派有时候会想重生啊,这个我懂,重生就是我祷告,邀请耶稣进入我生命,我认罪悔改,求神赦免我,就开始新的人生,这些我都做过了,还在我圣经后面写下重生的日期呢。 朋友,耶稣对尼格迪姆不是这么说的,他说的是重新开始他的人生,他接着说,从圣灵生的,就像神的风吹进你的生命,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 耶稣告诉尼格迪姆,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,只要重生与神重新开始,从此以后,人生就会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改变。 希伯来书形容这种人生是又新又活的路,在跟随神的路上,每个早晨都有新的事。